放开我 小冬 小冬 妈妈一点对不起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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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方你说 小冬从小到大寿的多少委屈 别人家的孩子放学 回来做完工作可以出去玩 咱们家的孩子不能出去 孩子不愿意写日记 你非得逼着孩子写日记 孩子好不容易写了一部小说 一把火你给烧了 好端端一儿子 生生毁在你手里了 做母亲的 他关心孩子 做妻子的应该懂丈夫 你说母亲做不好 妻子你不愿意做 那天方你到底想干什么 天算不如人算 我早就算好了 这回让我说准了吧 老天爷就是要惩罚你 可老天爷不公平啊 为什么非要用我儿子做代价呀 你哭 光哭有什么用啊 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二十年了 我忍了你二十年了 我怎么着都好说 每次为了儿子 我一说话 你就打击我挖苦 我不能说话 天方我告诉你 我郑重地警告你 这次小冬有问题 我绝对跟你没完 你跟谁没完呢 简直就是个混蛋 你骂谁呢 骂你呢 姓莫的 我可没有天方那么有涵养 我告诉你 你别把公人阶级惹急了 咱们儿 我们再说家里事 请你离开行不行 刘大伟 你没资格跟天方说话 他姓莫的更没资格跟天方说话 我请你们离开 好 行行行 我们惹不起你 咱们别理他 回头选阿高办了 咱们还有个淘医药费 好 走走走 你没事 姓莫 行 天方 别哭了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这个李大妹简直素质太差了 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整整讨课 气死我了 你跟她置什么气 你可千万别理他 他可说死过去就死过去 原来在我们厂里 连厂长都不敢惹他 就怕一招的 他背过记性 你知道什么呀 我生气生在哪儿了 我差一点要说说 把小冬的监护权要过来 你俩套这么一弄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 我说把小冬的监护权 调过来呀 你说的是真些话 我说大为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其实我早就提醒过你呀 咱们有什么 咱们有什么 有钱 咱可以把小冬和王岐送到国外去 接受最好的教育 小冬 咱们索性就打破天之说两话 小冬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必须把小冬带走 不行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你非要把小冬毁了啊 小冬现在需要治病 需要换环境 你知道不知道 老致现在何必当冲 你要是不把小冬弄成这样 我何必提出这个要求 我可以重新再来 我可以向他认错 这不是认错不认错的事啊 是这样天方 我们大为商量好了 如果你同意让小冬 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我们一定给他最好的治疗条件 一定尽快的把他病治好 等他病好了以后 我们送他到国外去上学 所有的费用都我来出 如果他继续跟你在一起生活 就他这个身体情况 什么重点学校也考不上 不行 不行 小冬行了 好 小冬 小冬 妈向你道歉 真的是妈不对 你再给妈一次机会 让妈改正好不好 小冬 爸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先别说 小冬 妈听你一句话 我经过慎重考虑 鉴于你现在的情况 我准备送你到国外读大学 如果在国内重新考大学 还要等一年 白白耽误一年不说 关键是你现在的身体 我觉得应该换个环节 你是跟爸爸走的 还是跟你妈留下 你自己坐着 你自己坐着 爸 我跟你走 小冬 你先考虑考虑 小冬 小冬 好 我看哪 你也别难过了 你说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你又能怎么办呢 要是能把小冬的病治好了 也许是件好事 到时候咱们再把小冬要回来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就怕小冬离开你时间长的 你说在那边呢 在享受荣华富贵的 到时候再不认你这个妈 回来也挺难的 你看我这张嘴呀 天方 你别难过 你就是 说心里话 小冬走我也挺舍不得 你要 你要这么难过 我也跟你一会儿哭了的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冬 别忘了给妈打电话 你好好在那边治病 妈有时间去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